新增了三例 三例的病例 那兩例是境外移入 那一例是本土 那本土的個案為三十多歲的女性 那標是案三七九 那沒有出國死 那近期 他稍微二月多的時候有 那平時活動地租家 及周邊的地區為主 個案於四月四日出現發燒 流鼻水症狀就醫 由醫院採檢通報 那確診 那初步掌握接觸死共二十一人 那另外兩例 新增的境外移入的個案 分別為二十多歲的女性案三七七 及六十多歲的女性案三七八 其中案三七七 在西班牙就選 三月二十二日入境後進行居家檢疫 三月二十三日出現喉嚨及腹瀉 喉嚨肝痛及腹瀉的症狀 那自行服藥 四月四日 地方政府追蹤個案健康狀況時 個案表示 有持續流鼻涕及鼻塞的情況 輕微的腹瀉悲痛 所以衛生單位就安排就醫採檢 那案三七八 二月十六日至三月二十九日前往印尼探視 那返國後居家檢疫 於四月一日出現咳嗽症狀 那四月四日身體不適就醫 經診斷有呼吸困難發燒 全身圈帶無力 及肺炎等情形 那收治住院 那五日醫院採檢通報 那確診